第811集 两人迅速出了酒店 然后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快速而去 霍玉后的目的地很近 所以他走出不远就停下了脚步 一拐弯就悄然进了一条狭窄而黑暗的小胡同中 哪怕是高空探测浑倒器 在没有热能探测浑倒器辅助的情况下 也根本不可能发现他 北城何彩头站在窗口处 一直看着外面的天色 距离约定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日升城南城门外早已混出城的死人 此时就在距离南城门50里外静静地等待着 日升城的探测浑倒器数量太多了 还有那城外布置的浑倒器阵地 使得他们不能过于接近 他们同样也在等待 等待时机的来临 天色越来越暗了 越是黑暗的天气 高空探测浑倒器的效果也就越差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 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 一旦高空探测浑倒器能够和热能探测浑倒器相结合 那么在高空探查这方面就将有长足进步 一切就绪 时间就要到了 开始 来自精神的指引突然在河塞头脑海中响起 河塞头原本平静地双眸瞬间变得炽热起来 右手从自己的光头上孵过 就那么站在窗口处悍然转过身 面对着早已布满了整个房间的众多浑倒器 右手上一枚硕大的戒指上光芒一闪 顿时一个长一米 口径足有十厘米的暗红色泡管 就到了它掌握之中 河塞头一步跨出 就到了那八级完美的弹形浑倒器后方 手中暗红色泡筒指向上方 这个酒店的结构很简单 就是几栋二层小楼而已 他们所在的房间就是定层了 红光骤然生腾 却无声无息 房顶在炮管红光的机设下 瞬间气化出一个大洞 却连一点灰尘都没有落下 河塞头眼中光芒骤然变得狂热起来 手中炮筒迅速横扫 只是虚余之间 这面积不小的房间上方就已经完全敞开 再没有任何遮挡 而当房顶破开的同时 房间内掩饰魂力波动气息的那些海星 也就不再掩饰不住这里的一切了 河塞头手中炮筒迅速收回 变成了一个圆盘式的东西 而面前弹性浑倒器机座下方 一块不起眼的半圆形金属也被它用力塌下 那椭圆形浑倒器的一端顿时裂开 一个黑漆漆的巨大炮筒缓缓伸出 刺目红光开始在其中闪耀起来 机座内的24个密封奶瓶同时输出 巨大的魂力波动立刻就引来了城内强烈的警报声 河塞头脸色平静 眼神狂野 右手迅速在那圆盘上不断地按动着 一门门早已对空准备好的魂倒炮全都亮了起来 紧接着狂风大作 剧烈的魂力波动引起的冲击 令失去了房顶的这个房间周围大片墙壁坍塌 近百道流光也就在下一瞬升空而起 全都朝着高空飞射而去 在这房间之中 除了那弹性浑倒器之外 还有史莱克学院招牌式的诸葛神弩炮石门 每一门诸葛神弩炮都是满满填充了的 而且填充的全都是定装昏倒炮弹 这第一波发射的就是184枚定装昏倒炮弹 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话 现在这十门诸葛神弩炮所填充的全部炮弹加起来 足以抵得上日升城半年的财政收入了 日升城的防御确实严密 这边一百多道光芒才刚刚升空 距离这边最近的北城墙上 就已经有大量的浑倒射线 浑倒炮光芒亮起 朝着这些光芒拦截了过去 城外同样得到了警报的北城浑倒石团阵地 也是大量炮火集中进行拦截 在空中构成了一张拦截大网 试图将这些升空的炮弹全部阻击 日升城内也一下就乱了起来 但就算反应再快 没有一刻钟的时间 城防士兵也不可能找过来 何菜头就像是没有看到天空中那些变化似的 此时的他精力已经完全集中到了那座弹形浑倒器之上 弹形浑倒器前端赤红色的光芒已经渐渐变成了金红色 恐怖的魂力波动就连何菜头这样的修为 都有些无法呼吸的感觉 他的右手此时就按在那还保持弹形的浑倒器另一端 一个有着骷髅标示的红色按钮之上 浑倒器基座上 一圈圈模纹光芒迅速上涌 当整个弹形浑倒器都变成金红色的一瞬间 何菜头狠狠地按下了那个按钮 顿时周围的空气剧烈地扭曲了一下 天空中的高空探测浑倒器 在这一瞬间对整个区域立刻失去了探测效果 能探查到的只有一片扭曲的波纹 紧接着一团锥形的金红色光芒就从那硕大的炮口处急射而出 瞬间升空而起 几乎是眨眼间就越过了城墙朝着北方而去 浑倒师团北方阵地这边一直都有专人负责高空探测浑倒器的 在整个大陆上 日月帝国的浑倒师团都是最具有浑倒器战斗经验的 一发现不好 这边的浑倒器阵地顿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紧接着一层层光运开始迅速释放开来 眨眼间就凝结成了三层光照 将北边这一侧的阵地保护在内 浑倒师团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数量 在保证了浑倒器和浑倒师的数量之后 他们能够展现出的一些力量是单一浑倒师永远无法做到的 在防御开启的同时 这边浑倒师阵地的炮火立刻朝着空中集中 迎向了荷菜头释放出的那一团金红色光芒 无论是在应对的及时还是方法上 这日月帝国的浑倒师团都可以说是做得相当到位 他们针对的就是八级浑倒器的攻击 荷菜头嘴角流露出一抹冷笑 根本没有确定这次发射是否成功 就立刻快速收取这弹性浑倒器了 一个球状浑倒器从他手中悬浮而起 来到那弹性浑倒器上方 一层层兵武般的魂力波动洒落 辅助弹性浑倒器散热 而荷菜头自己则是飞速地将基座内的密封奶瓶 一个个取出收起 如果此时浑倒师团北方阵地的人知道 二十四个六级密封奶瓶 竟然在一瞬间全部被抽空了储存魂力 恐怕他们对自己应对的就没那么乐观了 怎么回事 浑倒师团北方阵地中 一名身穿紫色净装的中年男子 怒气冲冲地冲出了自己的帐篷 第一时间就怒声发问着 报告副团长 城内突然有强烈的魂力波动 具体情况不明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高空之中一连串剧烈的轰鸣已经炸响 恐怖的魂力波动 令整个天空盛演了一幕绚丽的烟花 石门诸葛神弩炮 分散射出的一百八十枚定装混导炮弹 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全部被拦截成功 在高空中爆开 漂亮小丑 李克派人去查清楚状况 这位副团长看着空中炸开的光芒 脸上流露出浓浓的不屑 和我们日月帝国玩混导气 这偷袭的人脑子坏掉了吗 正在这时 杰奇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 令这位混导师团副团长立刻就变了脸色 不好 高空混导气锁定效果 暂时失效了 对方还有后招 防御全面开启 我去阵地主控去 没错 在斗罗大陆上 要说对混导气精通 以及混导气战争的擅长 没有人能够和日月帝国相比 哪怕是史莱克学院也不行 可是霍宇浩是极限单兵计划唯一的成功者 而何彩头也是史莱克学院 出类拔萃的混导气未来之心 比拼整体混导气实力 他们当然不及日月帝国万分之一 但若说他们连执行一次针对性的突鞋计划 并且是倾尽唐门底蕴来进行的话 有心算无心之下 又怎么可能没有成功的几率 就在那漫天的烟花浪漫之中 又是一百八十道光芒冲天而起 每一道针对的目标都是那么的准确 就像是用尺子测量过一般 带着绚丽的尾艳 带着炽热的光彩 瞬间就在另一层次的高空 带出一片夺目的光波 从诸葛神弩炮的第一次发威到第二波 整个的过程的时间之短暂 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用激阔来催动定装浑岛炮弹发射的好处 不需要等待浑力的重新积蓄 在弹药充足的情况下 这种火力就要强含得多 诸葛神弩炮虽然已经贩卖给了元属 斗罗大陆三国 但实际上 它还从未在战争的舞台上真正的出现过 日月帝国的一切防御 自然都是针对浑尸和已知浑岛器的 在霍宇号通过精神探测 准确锁定了高空探测浑岛器之后 以第一波炮弹作为牵引 第二波炮弹作为实际杀伤 同时还有一枚八级定装浑岛炮弹 作为牵制距离 最近北城的浑岛石阵地 这个完全是针对于高空浑岛器的计划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而且在天空烟花浪漫 所有高空探测浑岛器 全部在炽热的高爆弹面前 化为碎片的同时 诸葛神弩炮已经神威在线 第三波炮弹也在坚步融发之际发射了 而这一次 针对的却不再是北城 而是分别投射向了东西两侧的城墙方向 何菜头在完成了八级定装浑岛炮弹发射之后 只是将这些诸葛神弩炮简单地调整了一下位置 就完成了发射 东城西城外 驻扎的浑岛石军团阵地 根本没办法阻止这些定装浑岛炮弹 因为他们发射的时候 弹道比心情又低了许多 又失去了高空探测浑岛器的锁定 所有人都变成了瞎子 他们怎能盲目地向城内发射浑岛器呢 就在这第三波炮弹发射的同时 北城外那团灿烂金色也与强大的防护罩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地动山摇 恐怖的爆炸力惊天动地 哪怕是在明都那边 都能够隐隐地听到这边的大爆炸声 浑岛师团的阵地外 防护罩摇摇欲坠 但凭借着防护罩的强大整体性 竟然是硬生生地扛住了这一炮 已经迅速冲到核心阵地的指挥官 在骇然色变的下一瞬 终于长长地出了口气 还好 这是奇迹钉砖浑岛炮弹的威力 不然防护罩还真顶不住了 传我命令 所有人魂力全面输出 提升防御浑岛器的魂力储备 向空中发射备用高空探测浑岛器 虽然天空的高空探测浑岛器 已经是他们这两只浑岛师团的大部分储备 但多少还是有些备用的 虽然这些备用的高空探测浑岛器数量不多 但有总比没有好啊 已经习惯了高空探测浑岛器指引作战的他们 没有了这一发印 甚至在原本的阵地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位身为指挥官的副团长 此时脸色难看得要死 狠狠地自言自语道 城内的这些饭桶 被人布置了这么多的钉砖浑岛炮都不知道吗 这至少是超过三百门四季以上的钉砖浑岛炮才能产生的威力 占地面积至少也有三千平方米以上 这些吃赶反的浑岛 城内如此众多的浑岛器 竟然还没发现 真是混蛋头顶 嗯 大地怎么有点轻微的震荡感 快 对地探测浑岛炮呢 感受一下 难道是地龙翻身了 就在这位副团长自言自语的惊讶的下一秒 他脸色巨变地看到 脚下的地面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金色 而这片金色覆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这边浑岛石阵地驻扎的范围 七级 不 那是八级 而且是由曾经的明德堂第一研究院精心调制 专门针对他这种防御阵地的八级 当那剧烈爆炸轰鸣响起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 一团更加刺目的金光 已经狠狠地扎入地面 然后就在地下悄然前行数百米 来到了他们这驻扎阵地的核心位置 再然后 轰隆隆 轰隆隆 轰隆隆隆 恐怖的金光令整个北城外瞬间变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 一团巨大的金光 犹如太阳出生一般在地面上露出半张金色的面庞 在这宛如天威一般的恐怖大爆炸面前 只有不到十条人影来得及在发动自身浑倒护照 无敌护照以及飞行浑倒器的情况下 从那恐怖的金光覆盖的范围冲了出来 而也就在这场大爆炸爆发的同时 东城西城两侧的城墙 也各自承受了九十枚定装混导炮弹的洗礼 那可是定装混导炮弹呢 这个城市才有多大 一个小型城市而已 在这场大爆炸弹的城市里面上露出了一个小型城市 在这场大爆炸弹的城市里面上露出了一个小型城市